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如果你家裡有子女的 你會發覺你的孩子 兩、三歲的時候 很熱衝幫你拿東西的 特別是可能很重的東西 他也幫你拿 不過到了他們十幾歲的時候 你喊破喉嚨 叫他來幫你做一點點東西 都很艱難的 其實在我們的屬靈生命裡面都是這樣 我們初信主的時候 我們很熱衝的 我們很願意附代教 我們很願意為主 來附上追求 很多時候 當我們信主很久的時候 沒有發覺 穩頂姐妹服侍 越信主很久 越難變成老油條 越難叫得起 不知道為什麼 人生原來是這樣的 今天想跟大家分三點 來看 第一點就是先去看 跟隨耶穌的挑戰 趙命的挑戰 我們會先看路加坊 然後第二點 就會跟大家去看 肥力跟從主的趙命 然後就拿彈業 最後兩段經文都是在約翰坊裡面的 路加福音是有三個個案 要跟從主 不過也不成功地跟從主 上下文是說的 上下文就是耶穌在薩瑪利亞的村莊被拒絕了 於是他就要去別的村莊來到港道 在路上的時候 就有些人說要來跟從主 這個其實是刻意對照 那些人拒絕耶穌 然後在路上就有人說要跟隨耶穌 然後就反過來 耶穌就拒絕了他們 那時候 那時候 這裡就 路加坊 九章五十七節 他們走路的時候 有一個人跟耶穌說 無論你往哪裏 我要跟從你 然後如果我們再看馬太坊的時候 發覺原來這個人是拉比 他說 耶穌看見許多人圍著他 就吩咐往對岸去 有一位經學家 前來對他說 經學家就是文士 他說 老師你無論往哪裏去 我都要跟從你 那麼這裡 經學家就是律法專家 非常高的學歷 社會地位亦都非常高的 那麼我們看到 很多人圍著耶穌 有沒有試過那些 就是有名的人經過的時候 你要埋身跟他講到的話 都不容易的 對不對 那麼就是說 跡身在人群裏面 去到主耶穌面前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們看到 他叫耶穌做老師 那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拿了PhD 你叫人做老師 真的不容易 你已經是律法專家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經學家 有幾個質素是非常高的 第一 他很謙卑 他認識這麼多東西 他都仍然 不覺得他全都知道了 第二 就是他叫耶穌做老師 那就是說 他對知識的偉身 渴求是非常之高的 第三 就是他願意 commit 無論你往哪裏去 去哪裏他都願意跟耶穌 我以為難得有一個這樣的人 會願意跟耶穌 但是我們後來發覺 耶穌拒絕了他 那這個讀法是怎樣 就叫做reverse engineering 那我們就從耶穌的答案 來看看 為什麼他主動說要跟從耶穌 而不能夠成功呢 這裡耶穌說 胡理有動 我們很熟悉 天空的飛鳥有窩 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 沒有枕頭的地方 就是居無定所 但是我們要明白 經學家在當時的社會地位 你有學識就怎樣 就有地位 有地位就有錢 生活一定是非常之好 是社會的上層 這裡耶穌說什麼 用了狐狸和飛鳥 狐狸和飛鳥是動物 而比較的是什麼 狐狸和飛鳥都比人子更好 在說生活條件、環境、物質 物質的犧牲 他這個經學家不能夠跟從 因為他沒有計算過 跟從耶穌的代價 他要放棄他擁有的身份、地位 和物質的享受 人都是這樣的 我曾經看到一個個案 就是家裡有家暴的太太 但是不願意離婚 為什麼? 因為丈夫很有錢 她離開了丈夫 她什麼都沒有了 原來人是這樣 原來真的 物質是可以爛了 而跟從主不是頭腦知識的問題 而是生命心的問題 第二個個案 又有一個人說 耶穌又對一個人說 跟從我來 這個反過來 第一個是那個人說要跟耶穌 這個是耶穌叫那個人跟他 在這麼多人裡面 耶穌突然叫一個跟從我 那個人說先去埋葬我的父親 先去埋葬我的父親 怎麼去解讀呢? 在古代裡面 原來埋葬父親的優先罪是非常非常高的 高到一個什麼地步呢? 在拉比的文獻裡面 告訴你 高於你讀神的話語 就是說 如果你是專心 就是要在拉比的門下受教的時候 如果你家裡 你父親有喪事的時候 你就要等下所有事情 就要去辦了喪事 第二呢 就是節旗 如月節是獻祭的時候 憲制的人要去殺那些羔羊的 如果家裡有喪事的話 你就要去辦了喪事先 第三 就是甚至乎割禮 割禮很高優先趣的 如果家裡有喪事呢? 先辦了喪事先 最後就是讀五小卷 猶太人在五個節旗裡面 要讀神的話語 這個如果家裡有喪事 都是喪事先的 那就是說 這個人的優先罪的問題 而他很害怕 在古代近東 人和中國人很緊張 中國人很緊張什麼? 有沒有人送中? 是不是? 原來猶太人也很緊張 很緊張 有沒有子女去埋葬他? 而從耶穌的回應 我們就問一個問題 究竟這個人 是不是他父親剛剛過世呢? 我們聽上去的請求很合理 那如果他父親剛剛過世 那他是不是要埋葬? 第二個可能性呢? 就是可能他父親病了 或者他父親其實還安好的 那我們看上下文的時候 似乎不應該是他父親剛剛過世 因為他父親剛剛過世 他就不應該在腦上 他應該是怎樣? 就是假裝喪事 剩下的就是 他父親病了 或者他父親安好的 從耶穌的回答 似乎他父親是安好的 耶穌去呼召他 他說還沒得 那之後呢 要解決了家裡的問題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延遲 所以主耶穌怎樣回答? 主耶穌說呢 任憑死人 埋葬他們的死人 你只管去全揚神國的道 原來跟從主有一個要求的 就是將神國的道 將神的事情呢 擺在優先罪 還有是超越了 就是那個優先罪 是超越了我們的家庭 那就是說呢 是將那個 loyalty 終於是他在他家人要負責任 而轉移到終於神的時供 那就是跟從主了 好了 去到第三個個案呢 就又有一個人說 那這個呢 就是ABA 第一個是說要跟從耶穌 第二個是耶穌要他跟從他 第三個呢 就是這個人 另一個人又說要跟從耶穌 他說主我要跟從你 但容我先去辭別我家裡的人 然後耶穌就說呢 守扶著來向後看的 不配進神的角 是不能夠進神的角 那我們呢 就要去明白 這個又是聽上去 好像很合理的要求 那他是不是應該辭別呢 我忘記大家 記不記得舊約呢 有一個人叫以麗莎 神夫召以麗莎的時候呢 以麗莎怎麼樣呢 大排賢夕 湯牛 然後去辭別他的家人 那為什麼在舊約裡面呢 以麗莎跟從以麗莎的時候 可以辭別家人 到這裡呢 就不可以辭別家人呢 那個原因就是呢 舊約以麗莎的辭別 和這個人的辭別 那個意義是剛剛相反 有時候呢 我們教會都很差的 如果那個人或者牧者走 或者那個人的時候呢 我們會搞寬送會的 搞完寬送會之後 他還能不能回頭呢 他不能回頭 以麗莎是什麼 以麗莎搞寬送會 就是什麼 斬籃 知道嗎 他剛剛相反 這個人是反過來 這個人回去是不捨得的 所以我們跟耶穌的答案 來看 他不是斬籃 他是剛剛相反 他要去辭別他的家人 所以這裡呢 耶穌說什麼叫 扶著泥漢 向後漢 扶著泥漢 向後漢 的意思呢 就是呢 以前的人耕田呢 就用一隻牛 或者兩隻牛 那就怎樣呢 那牛後面呢 就牽著一個扒 就是用來鬆土的 其實 那牽著那個扒的時候呢 那後面的人 怎樣控制那隻牛呢 他就拿著那個扒 然後呢 扒的頭呢 就叫做泥頭 泥頭呢 就是 插在土裡的那個扒 那他拿著就控制那個扒 那他除了控制那個扒之後呢 他還要控制那隻牛的 所以那個刺棍是什麼 那個刺棍是一條很長的尖的 那就是 控制那隻牛的方向 那牛的方向一定要對 才能走到直線的 那就是說呢 其實這個比喻說 他兩隻手都在做事的 一隻手就拿著泥頭 一隻手就拿著刺棍 那如果他向後看的話呢 他是不可能走到直線的 那這裡是說什麼呢 這裡是說心專注的問題 焦點的問題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三心兩意 是不能夠跟從主的 跟從主是要專心 我們才能夠跟從主 所以這裡用一個的比喻 或者另一個可能性就是 還未是真是 雖然他說就說我要跟從主 但是他還未能夠斬釘截鐵 來到去跟從主 不過這裡難解的地方就是 不配進神的國 這個很震撼 如果你說要跟從主 但是其實你不是跟從主 是不配進神的國 是非常嚴重的警告 是非常嚴重的警告 那麼我們讀這個時候 那似乎這裡是否跟 就是說他要辭給家人 那是否跟提摩泰前書五章八節有抵觸呢 這裡說我們服侍的時候 是要先看顧自己的人 尤其是不看顧自己一家的人 就是背棄信仰 比未信的人還壞 就是說是我們的責任 表面上 所以這裡又好像跟我們跟從主有抵觸 但是這個抵觸 就不是指到我們跟從主的時候 要向後望 而是說我們那個優先罪 以及就是說我們跟從主 不是等於我們不照顧我們的家人 只不過耶穌我們服侍神的時候 我們跟從主的時候 那個優先罪是比較高的 好了 我們總結三個原因 不能夠跟從主 第一 就是沒有計算代價 不能夠等低我們所擁有的東西 第二就是優先罪 第三就是焦點 我們要定征聚焦才能夠跟從主 好了,接著我們去看 弗力和拿彈葉的跟隨 來到約翰方一章四十三節 再過一天 耶穌決定往加利利去 前面是甚麼? 前面就是安德烈和約翰方的作者 他們要跟從主耶穌 接著就和主耶穌一起住 接著就說 耶穌決定去加利利 他遇見弗力 就對他說 來跟從我 這個來跟從我 我們在福音書裡好像經常看到 不過在約翰方 只是出現了這裡一次 因為其他的跟從 都是他們主動要跟從 而想解釋 遇見的原文是尋找 是耶穌去尋找 弗力 所以如果我們看 馬可芬 馬可芬裡面的呼召 是一個很重要的字 而在這裡沒有出現的 就是漢見 耶穌圓著加利利海邊 漢見西門和安德烈 在海上散亡 接著再往前走 看到雅各和約翰 是整理如亡 路加方面也是這樣說 耶穌召馬太的時候 又是漢見 他坐在碎關那裡 但是這裡沒有說 耶穌漢見 而反過來說 是耶穌尋找 在這裡問一個問題 尋找和漢見有什麼分別? 漢見就是 神呼召那個人的時候 要他跟從他的時候 是他在他的工作 在他的職場裡做的事 但是這個尋找是主動 是去找他出來 我們就問這樣 為什麼無端端 耶穌會走去找肥力呢? 而前面說 耶穌決定往加利利去 耶穌在哪裡? 在約旦河 剛剛施洗約翰 和他受了浸 而他要去加利利的時候 為什麼無端端 會走去找肥力? 呼召肥力 才上加利利 我們好像不太讀得通 所以其實尋找之前 已經有漢見了 所以我們來到去看的時候 四十四節告訴你 肥力是白塞大人 無端端 我們又不明白為什麼 經文告訴你 肥力是什麼人呢? 然後重要的經字就是 與安德烈和彼得同鄉 我們讀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明白了 為什麼? 因為是 約翰風的作者 和安德烈 然後他叫彼得 和耶穌一起主 所以耶穌怎麼知道有肥力這個人呢? 安德烈和彼得 還有一個朋友 肥力 所以耶穌出去尋找肥力 然後四十五節 第二次出現這個動詞 肥力找到拿旦葉 耶穌叫肥力來跟從我 肥力沒有跟從主耶穌 反過來 轉著面就走 他走去找拿旦葉 那是什麼意思? 他是用行動來回應 這個就剛剛好回應 我們剛才看不能夠跟從主 前面不能夠跟從主 因為沒有將天國擺為首要 肥力不是 肥力第一件事 就是去尋找拿旦葉 將人帶到主面前 所以找到拿旦葉之後 就告訴他 摩西在律法書上所寫的 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位 那位是什麼? 尼賽亞 原來 這裡我們要留意 所以他說 我們已經遇見 原文是什麼? 找到 找到 我想問大家 為什麼這裡用我們? 他為什麼去找拿旦葉的時候 說我們? 原來 所以 肥力和拿旦葉 一直在研讀神的話語 在神的話語裡面 去找 摩西和先知所講 那位的尼賽亞 去找 一直等候 直至到耶稣呼召 肥力的時候 肥力馬上知道 這個就是他們的尼賽亞 他們在找尼賽亞 就是耶稣 想問大家 耶稣剛剛受证 成了名沒有? 有沒有人跟從他? 沒有 沒有人跟從他 還沒有人認識耶稣 唯一是怎樣? 唯一就是施洗若岸 看神的羔羊 耶稣經過的時候 基於這麼少的資料 肥力馬上就知道 耶稣就是那個尼賽亞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已經讀了神的話語很久 跟從主 是從讀神的話語開始 在這裡 我們就問一個問題 究竟是耶稣找到肥力 還是肥力找到耶稣 非常吊詭的問題 人怎麼可以找到照命呢? 就是當我們去好好讀神的話語的時候 當神的呼召 神的照命來到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找到 所以這個找到是雙向的 而我們看到肥力的優先罪 肥力的優先罪就是去找拿旦葉 那時候就是把拿旦葉 帶到主面前 就是分享他所找到的 跟拿旦葉來去分享 所以這個呢 就是對照那個人 要去跟家人 say goodbye 記得嗎? 他沒有 他第一件事 他不是回家和別人辭別 是嗎? 又不是在想要埋葬他家人 而第一件事 就是天國的優先罪 是勝過了他家人 為什麼呢? 因為已經找了很久 所以這裡 刻意三次出現 抓到 是嗎? 用預見 已經找到 而我們說呼召是嗎? 召命一定是從神而來的 所以這個吊詭性就是這裡 就是耶穌去尋找肥力 而肥力去尋找拿旦葉 這就是滿足了耶穌對肥力的召命 在這裡我們問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究竟是耶穌找到拿旦葉 還是肥力找到拿旦葉呢? 同樣吊詭的問題 沒錯 當然是肥力找到拿旦葉 但同時也是 耶穌尋找拿旦葉 所以耶穌是透過肥力 來找到拿旦葉 這就是在這段經文讓我們看到的 好,接著四十六節 拿旦葉有什麼回應呢? 我這裡有一點震撼 他說 拿撒纳還能有什麼好的嗎? 即是說 他說已經拿撒纳人耶穌 然後肥力第一個反應就是 拿撒纳根本就沒有好東西出 不用遇我 No thank you 我想問 為什麼拿旦葉會有這樣的回應呢? 這裡我引了楊漢方七章五十二節 法利賽人怎麼回答呢? 你也是從加利利出來的嗎? 你去查考一下 我拜託你先讀一讀聖經 你就知道先知不會在加利利興起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說 拿旦葉有這樣的回應代表什麼? 他對神的話語是熟悉到一個地步 去到法利賽人的level 他只是一個評訊圖 看到嗎? 原來每天去讀神的話語 對神的話語的認知就會有這樣的 所以這個其實不是要貶低耶穌 其實沒有這個意思 只不過是將他對神的話語的認識 來做一個回應 肥力怎麼回答呢? 肥力的回答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我們傳福音的時候 我們將人帶到主面前的時候 如果那個人挑戰 或者不要說挑戰 在對我們的信仰提出質疑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回應呢? 肥力給我們一個 我覺得是model answer 標準的答案 理、來、看 在有限方法裡面 來和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學 有限方法裡面的來和看是等於什麼? 就是等於信 之後是邀請 這裡是邀請拿旦葉雙信 先要來 來和看的神學是什麼? 有些人來了 卻沒有看見 有些人看見 卻沒有來 我只是引了兩節經文 來和大家看這個觀念 而在這裡 再看前面的39節 39節 當安德烈和約翰要跟從耶穌的時候 耶穌如何回應他們? 耶穌說 你門來看罷 他們去看他住的地方 所以這裡 肥力的答案和耶穌去回應 安德烈和約翰的答案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裡非常重要 六章35節 約翰的方法 這裡說 耶穌說 我就是生命的良 到我這裏來的 那些人來 必定不我 信我的 永遠不渴 在這裡說 來就是相信 是相信的人 才會來到主耶穌面前 第二節經文就是40節 因為我父的旨意是 要使所有看見的人都相信 所以說 看見是怎樣? 看見就是相信 在末日使得他們復活 所以肥力不是用他自己的方法 來回應拿彈業的質問 而是邀請他來和看 來去經歷認識主耶穌 那這裡給我們的應用就是 很多時候 不是我們懂得多 用我們自己的方法 來回應很多未信主的人 對我們信仰上的挑戰 而是邀請他們來 邀請他們去看聖經 介紹 這就是介紹人去認識主耶穌的方法 第三點 拿彈業的呼召 47節 耶穌看見拿彈業向他走過來 原來是很近的 看到嗎? 然後耶穌說來跟從我 然後拿彈業就反過來走 不是拿彈業 肥力就反過來走 走去找拿彈業 然後跟他講了兩句話 就是剛才的對話 然後拿彈業就走過耶穌那裡 這個來是充滿神學意義的 因為肥力叫拿彈業來和看 宗使拿彈業說 加利利 就是拿撒拉有什麼好東西出 但他仍然來 所以他走出了第一步 他踏出第一步 然後耶穌沒有呼召他 叫他來跟從他 但相反他怎麼說 看啊 他去對拿彈業做一個 comment 他說 這個的確是以色列人 心裡沒有鬼詐 這個跟我們在扶女方 看到耶穌的呼召完全不一樣 之前我們看過 耶穌每一次呼召是甚麼 看見 這裡沒有看見 這裡說看 然後是一個宣告 第二個獨特的地方就是 拿彈業主動地來到主耶穌面前 但其實那個看見是隱藏了 在後面的經文裡面 其實耶穌不單是看見 還看見甚麼 心裡沒有鬼詐 耶穌不是看到他的表面 而是看到他們的內心 而甚麼叫做真以色列人 確實是個以色列人 最好的解釋就是 佩德上被稱為以色列人 即是他對神的話語的查考 他的品格 這裡我引用了 約翁方五章三十九節 約翁方五章三十九節 就是你們猶太人研究聖經 這裡正是說明 公關燈戈 以前我第一次曾經 說明他們的方法 然後對 vendo 作证的宙是者圣经,四十节 然而你门却不肯到我这类来 单是查考圣经,单是看,是不会相信 是要到耶稣面前来,才能够相信 而哪诞业就是愿意踏出第一步 来到主耶稣面前,结果他就相信 不单是相信,还是得着生命 而哪诞业来到耶稣面前,他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就是看,因为他已经来了 所以这里再读下去,就要去看究竟哪诞业 怎样能够可以看到耶稣呢? 在这里有一个很讽刺的地方 讽刺的地方就是哪诞业之前是踏耶稣的 哪诞业有什么好东西出 那去到耶稣面前,耶稣赚他 我们很少可见到这样的 他负面评价耶稣 但耶稣却是高度评价那诞业 所以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 读诈 心里没有读诈,我们如何解读呢? 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 诗篇三十二篇二节 他说,心里没有诡诈的 耶和话不算唯有罪 他心里没有诡诈,他真是诚实地说 他这样评价耶稣这件事 绝对没有罪神 因为他心里没有诡诈 他不是恶意的去攻击 后面那句就是值钱 这人是有福的 所以其实再读下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呼召这么多个门徒 没有一个是好像拿旦业 所得着这么大的祝福 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没有诡诈 所以我们再来看的时候 这里我们看到拿旦业有两个特性 第一,就是他主动来到耶稣面前 第二,就是他的动机 他的动机,他的心 他读神的话语 他寻找尼赛 那个动机是什么? 他已经踏出第一步 好了,四十八节 接着拿旦业问耶稣 你怎么认识我呢? 这个是很真诚的 他说,不明白 他说,为什么你会知道我心里没有诡诈? 为什么你会说我是真诚识的人呢? 耶稣回答 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 腓力还没有去找你的时候 你在无花我树下的时候 我就看见你了 只不过是将看见退迟了 跟前面,我们说在腓力方 耶稣呼召门徒的看见是一样 耶稣看见了拿旦业 什么叫在无花果树下呢? 我觉得最好的解释就是 原来古时 拉给教学生 或者以色列人去读查经班的班房 就是无花果树下 耶稣看见拿旦业 专心去查考神的话语 还没有呼召是什么? 就是看到拿旦业的本质 那个质素 所以耶稣呼召他 接着拿旦业怎么说呢? 拿旦业就说 拉给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王 这句话绝不简单 知道耶稣是尼塞亚 不是等于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读一汉方书的时候 如果你读方书的时候 你会发觉耶稣出世的时候 特别是出世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耶稣的身份 只是天使的宣告 人是玛利亚 都不知道耶稣是谁 在整个方书 如果我们读的时候 是用了很大的力量 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个身份是绝不简单的 而在这里 拿旦业被耶稣呼召的时候 第一件事已经说到耶稣的身份 第二件事是以色列的王 即是犹太人的王 这就是第二件事 以色列人不知道 这句话代表什么? 这句话是因为他们努力 好好地读律法书上所说的 以致他们能够说出这句话 第五十节 耶稣说 耶稣又如何回答拿旦业 这句话是什么? 这句话就是拿旦业已经找到尼赛亚了 他已经找到 肥力告诉他 那位 已经找到那位了 耶稣说 我告诉你 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 你就信了吗? 什么意思? 究竟拿旦业相信耶稣是否因为 因为耶稣有预知的能力? 是吗? 因为耶稣能够说出 耶稣未见到他的时候 知道他预知的能力 所以他知道是神的儿子 没错 但是 之后下半节 第五十节 这一节经文是比较重要的 他说你还要看见 更比这些更大的事 这个重要的动词就是看见 来和看 所以这个是双重意义 耶稣看到拿旦业心里没有诡诈 而拿旦业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 那这个福是什么呢? 心里没有诡诈的福 就是神给拿旦业看到更大的事 更大的事是什么? 就是神的荣耀 最大的祝福就是 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 我们能够经历到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唯有我们愿意付代价 摆上的时候 才能够有这样的经历 然后这里还没说完 五十一节 又对拿旦业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前面那里就是告诉你 这里是实实在在 即是怎么说? 强调 是吗? 你们要看见天开了 你们是什么? 包着肥力在那里 查考神的话语 天开了 能够经历到神的荣耀 神的重视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 能够可以经历到 神在主耶稣身上得荣耀 这是一个最大的祝福 所以这里最后引一节经文二章十一节 就是约翰芬 在这里约翰芬 约翰芬 特别当耶稣行完第一件神迹是什么? 加南婚宴 记得吗? 水变酒 所以这句说话非常重要 这句说话就是回应耶稣呼召门徒 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 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他显出了自己的什么? 荣耀 荣耀 前面耶稣和拿旦叶和弗力说 是什么?要见到更大的事 更大的事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然后他说什么? 他的门徒就信了他 来看之后 经历了神的荣耀 耶稣的门徒就相信 好了,总结的时候 这里给我们看到 弗力和拿旦叶的跟从 弗力的跟从是什么? 将天国摆为首要 就已经回应了三个问题里面的第二个问题 他没有将天国摆为首要 为什么弗力能够将天国摆为首要 就是因为他已经查考神的话语 你说不是 那个民事也是 民事那个是追求头脑的知识 而他不能够等低 因为他的知识带给他的地位和物质 而弗力和拿旦叶没有这个牵挂 所以他们马上就可以跟从主 但拿旦叶被弗力环绕进阶 为什么?因为拿旦叶心里没有鬼扎 心里没有鬼扎就是回应前面的 那个扶来向后望的人 是吧?一个单纯的心 来到去跟从主 就是得着神最大祝福 而不是三心两意 是吧?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跟从主 是因为我们要跟从主 但是我们又要回头看后望 我们有很多世俗的事 拿了我们的优先次序 所以在拿旦叶和在弗力的身上 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来跟从主 但是起步点是什么? 起步点是专注在神的话语里面 好好地读神的话语 我相信是唯一我们能够找到 神在我们生命里的照明 亦是唯一能够让我们愿意回应主 跟从主要在我们生命里要做的事情 我们一起低头 慈悲天父我们求祢帮助 圣灵在我们心里来去监察反思 帮助我们 主我们是否愿意来跟从主 主就是让我们回想 我们昔日初信的时候 我们是多么愿意学慕主你这话语 多么愿意来去服侍主 但是当我们真的信主很久 我们对你的话语认识多了的时候 我们反而是却步 我们反而被这个世界 被很多东西来去缠绕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得着拿旦叶 在主你面前 一个没有诡诈的心 这样单纯的来跟从主你自己 祈祷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